好了同学你们今天来看一下呢 来看一下丝毛的另外一个部分 就头之外 来你们先看一下脖子这一块 那个丝毛 等一下我会拍照上传 还有像这一边 大概是像这样子 基本上都跟之前教你们的足缺图一样 好那我来示范一段 如何那个丝毛 好来我们先看一下呢 丝毛一样 都是这样子 一条一条的 他记住同学 那个同学记住一段就是说 大概从这边开始 他是这样这样转过来的 算是一个螺旋状 这个之前呢给我们的翻例图里面呢 大概有画一个简单的图示 你们大概都有看到 好那我们大概呢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边 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 然后边缘呢边缘请同学注意一下 稍微小心一点 这样过来 稍微虚一点 不要用得太重 不要用得太重 大概像这样慢慢的加虚 然后呢 因为试半的时间问题呢 我们不可能全部试半 所以同学你们注意到 像大概像中间这一块一般来讲的话呢 它大概都会稍微重一点 还有就是呢 所以你们这边呢 你们可以这样慢慢的叠 跟之前的讲麻雀一样 线水射转 哪边颜色重呢 你们就把它叠多一点 好 然后大概是这样 然后呢 还有一段就是呢 在叠的过程当中啊 像这些调稳啊 调稳的地方啊 你们可以 你们可以特别加强 线水射转嘛 所以它这样立体感呢 立体感就会变更强 好 那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呢 我们就来讲这一块 跟 跟尾巴